這一項本地足球 練到勝士 混集球圈 角怒英雄 由頒發最受球迷歡迎球星 揭開序幕 效力順期的日籍球員福田建議 力壓葉紅輝和基奧雲尼 兩大敬敵當選 今屆新增 由九支現役港超球隊球員 互選的球員之勝 由東方的敵高奪得 他就說能夠獲得同行的認同 意義重大 不過今晚的大贏家 就是東方門將葉紅輝 不但榮獲最佳守門員 得票更是最佳11人中最高 成為今屆的香港足球先生 是繼范俊葉之後 另一位獲得這項榮譽的守門員 我是其中幸運的一位 因為無論是香港隊和東方 很多隊友的表現很好 這個獎是他們幫我一起拿回來 龍門拿這個獎是難度最大的 我希望各界會重視龍門這個位置 總結今屆最佳11人陣容 港超冠軍東方佔五席 其次就是有四個球員當選的潔志 南華也有兩席 最佳教練 由郭建力士 確認為全球第一位男子頂級聯賽 冠軍女教頭的陳婉廷 大熱奪得 好,轉看看南美指南